亲爱的弟兄姐妹,我们一起同心合一上神祷告。 亲爱的天父,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,上你认罪,也为我们的国家上你认罪。 当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议案、法案都被通过,但是都不合你心意的时候,主啊, 我求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泄灭我们,泄灭我们这个国家。 你的眼目擦开每一个人的行为,主啊,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孽无法在你面前隐藏。 我们在这里同心呼求,愿你识人拯救,带领我们国家回到你的恩典祝福当中。 父啊,今天仍然有许多的人民因为严重的疫情而陷入不安无作当中, 求你抑制他们,抑制这个城市,抑制这个国家。 求你帮助每一个人民,包括我们每一个人,在每一天都有新的盼望。 让美国的每一个教会都要这样的盼望。 父啊,我们特别将湾区的每一个教会叫向。 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,许多信徒主啊,他们都吸取了健康的生活,教会的生活,他们内心变得孤单,信心变得软弱。 我们求主你的怜悉,一直临到每一位信徒心中,在软弱的时候,给他们力量,在惶恐当中,给他们有平安。 父啊,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,知道有不少新朋友认识会典教会,我们都把它摆上。 愿透过会典网上的敬拜课程,少主,他们能够与你有美好的关系。 主啊,我们愿意每一天敬拜你,祷告封主耶稣名求。Amen。 会典人早安。 今天你做了正经事业了吗? 在我们读完了提多书第三章,保罗提醒提多在第八节。 这话是可信的,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, 使那些以信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,这都是美事,并且与人有益。 接着又在第十四节,保罗提到了, 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,预备所需用的,免得不解果子。 那什么是正经事业呢?正经事业就在第一节到第二节。 你要提醒众人,叫他们顺服做官的,掌权的, 遵他们的命,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 不要毁谤,不要争敬,总要和平,向众人大显温柔。 在保罗那个世代,政治的压力之下,在罗马政权的压力之下, 还有做基督徒真的是不容易, 然后基督徒还要对着他不信主的灵舍的那种被看低。 所以基督徒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,保罗鼓励他们要做正经事业, 就是要继续向着众人来行善,大显温柔。 那什么是不正经事业呢? 就在第九节,第九节讲到要远辟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, 并因律法而起的增进,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。 所以不正经的事业是什么? 嘴巴上讲讲的,一些与人的争辩,一些口水战。 想想今天,我们做的正经事业多呢? 还是不正经事业多呢? 想想看现在的政治情况,国际情势, 难免人与人之间都已经沦落到了我们在为政治辩论, 为自己基督徒的立场辩论, 甚至为着疫情政府怎么样做因应措施在辩论, 或者是为着孩子的教育,可能跟自己的先生在辩论。 保罗提醒我们,这些辩论都是浪费时间, 而我们基督徒要花时间在行动上。 中秋节快到了,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,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节日, 去向我们的灵社,向我们的朋友,甚至向我们的家人来施行一些善意。 慧眼人,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做正经事业, 向众人大显温柔。